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分享 《易经》真的很容易的第十章 也是最后一章 《易学》第十章 《易学》的功底到底是什么 研习《易学》可以有不同的目的 但是真正的功能在于心意 用心改变自己的行为 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 品德良好的人有占卜的资格 看看求语能不能应验便知道 外界环境不容易加以改变 寻求妥善自处之道 比较实在 求神不如求己 求神不如求人 求人不如求己 自己的事情自己调整 效果更加如意 人人各有一套 还要有两把刷子 看起来很紊乱 实际上是乱中有序 第一小节 真正的功能其实是心意 研修《易学》真正的功能是改变自己的命运 方法十分简便 就是以自己的心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态度 也可以说用心选择合乎自己需求的人生途径 简单一句话 用心变异 所以叫做心意 和心想事成是一样的 很可惜一般人只知道把心想事成当作祝福用的 祈愿语 却不知道它原来是一种可以成为事实的叙述语 起心动念 想正确的事情 表现出合理的行为态度 事情就顺利地完成了 这不是很简单 方便愉快吗 《易经》的挂摇池中 经常出现真字 真解的真 如 前 元横利真 前挂 挂词 坤 元横利 聘马之真 坤挂 坤挂挂词 寒章 可真 坤挂六三瑶词 尊 元横利真 勿用 有 有往 尊挂挂词 女子真 不治 十年乃治 尊挂六二 腰词 小真吉 大真凶 屯挂九五 腰词 等等 其中的真字 原本指 占卜 而占卜的主要作用 在预测 鸡凶 细词上传说 急速之来之未战 意思是 占卜的目的 在 知来 预知 未来 是急 还是凶 知道了 怎么 因应呢 能改变结果吗 恐怕未必 能改变 外在 环境吗 实在 很困难 能改变 他人吗 并没有把握 看来 趋吉 必 行全在于自己的合理调整 至于结果如何 外界能不能稍有配合 恐怕不是自己所能控制 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能做的 应该是 知所自处 也就是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以求 趋吉 必须 心意的意思 便是依据 占卜的结果 和 易经所说的道理 来合理 辩议 自己的 言行态度 第二小节 不占卜 也可以 妥善 自处 孔子提出 不占而易 的观点 主要在 占卜 准不准 涉及到 很多问题 若是 假手于人 怎样判断 这个人 居心 如何呢 假定自己 占卜 又有多大的信心呢 求神问补 个人的解说经常不一致 到底要听谁的 何况 占卜的目的 不再接受占卜的结果 而再 调整自己的行为 以趋吉 必凶 既然如此 按照道理 做人 做事 实时力 公心 事事求合理 处处都谨慎 就用不着占卜了 曾子的美日 三行无声 随时提高警觉 常常如履薄冰 应该就是最好的实践 占卜的正确用法 应该是 针对不方便 明说的人 讲解道理之用 周朝设置 专门负责 占士的官员 每逢国家大事 都由他占卜 然后透过占卜的结果 向君王 讲授 一些相关的道理 以免有冒犯 或轻视的嫌疑 一般人 如果以占卜 来发现自己 现在的 现有的处境 寻求妥善 自处之道 实在 也无可厚非 但是 每补一挂 都应该用心 研究其中的道理 而不是 只问极凶 这样积累下来 对于 挂 瑶 词 越来越熟悉 相关的道理 也越来越明白 遇到事情 稍微冷静下来 很快就会 明了自己的处境 寻思 妥为自处的因应 也就可以不占卜了 占或不占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只是占卜之后 还是要 善尽 努力 不可以 知道 激凶的结果 便 全盘地接受 什么事情 都不做 放弃自己的 自主性 和创造力 如此一来 就算 沾到急 恐怕 也会 变成凶 妥善自处 还需要 随时应变 因为 内外 环境的变数 很多 不可能 固定下来 便 易 易劳永逸 时钟的要求 最好 常常 放在心上 随时提醒自己 即使不占 也应该 有趋吉 避凶的能力 与准备 第三小节 重视道德 实践 才是根本 细词上传 记载 孔子的一番话 易经是做什么的呢 是开创万物 成就事物 包容天下 万事万物的道理 圣人以 易经 来通晓 天下人的心智 确定天下的大业 决定天下的 所有遗难 因为易经 本身没有思虑 也没有作为 它既静不动 却能够 透过 阴阳的交感 通晓天下 万事万物 要达到 这样的境界 我们必须 重视 道德实践 具有美好的德行 孔子的用意 在唤醒我们 本人有的自由意志 也就是自主性 人的尊严 实际上 是高于 是高度的自主性 若是完全接受 占卜的结果 那就是放弃自主 接受命运的摆布 重视人性尊严 不可能如此 若要发挥 自由意志的力量 必须以道德实践 来改变自己的言行态度 所以义传把真字 解释为正 真正的正 正牌的正 和周文王 重挂使用作占卜 有极大的不同 以真为正 是不计较成败 而重视得失的 重大改变 成败的标准 比较复杂 所牵涉的因素很多 从某一角度来看 很可能是成 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却可能是败 有时对忠孝难两全的选择 就很难分成 分出成败 得失的标准 相对比较单纯 实践道德 而有所得 辩始得 反之 即为实 忠孝两全 难以兼顾 是国和家的 需要不同 依据个人不同的情况 和价值观 比较容易做出 此时此地 对自己 有所得的决定 当年 齐桓公杀死公子鸠 管仲并未以死相报 孔子说 管仲不算是 有人德 却又赞扬他 辅佐齐桓公 对于保存在 保存中原 种族和文化的 伟大功绩 说他是一位 了不起 有功于 天下后世的大政治家 便是很好的案例 第四小节 道德实践 不能保证成功 我们说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时候 只想到中华文化的 普遍性 广大性和悠久性 而我们 而当我们想起 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时 我们又怎么能 怎么样来解释呢 是不是 想到同样 身为中华民族 却由于种种原因 各有其特殊性 狭小性和短暂性呢 医学所重视的 时和谓 便是提醒我们 随着身份 场合 时机 情势的变迁 合理的标准 也会有所不同 圣人和道贼 各有不同的道 虽然说 道义有道 毕竟和圣人之道 大不相同 同样是运用科技 有的 对人有益 有的 却 对人显然有害 孔子说过 君子之道 有四件事 我还没有做好一件 为人子 侍奉父母 应该做的事 我尚未完全做好 作为臣子 侍奉君丧 应该做的事 我还没有完全做到 做弟弟的 敬兄长 应该做的事 我都没有做到 朋友之间 互相对待 应该做的事 我也不能以身作则 率先做好 圣人尚且如此 一般人想要 平常的德行 尽力实践 平常讲话 力求谨慎 说话时顾到 能否实践 而做事时 也要考虑到 自己所说的话 实在是谈何容易 我们常常觉得 很不服气 这样尽心尽力 怎么不会成功 想想孔子的话 人不饮食也 显能知味也 天天都在吃东西 却只有很少的人 能够品尝真正的滋味 现代人的智慧 大多被知识淹没了 缺乏选择的能力 太多的人都在 好心做坏事 自己还不能知晓 在这种情况下 涂炭 好人不偿命 祸害 祸千年 又有什么用呢 不如好好反省 看看是不是定位 除了差错 第五小节 中庸是恰到好处的效果 道德实践 要求产生良好的效果 必须自终合 合乎中庸之道 中的意思是百发百重 而又恰到好处 庸表示用得有功效 中庸就是道德实践 恰到好处 必然成功 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 走中心路线 或者齐强观望 不知可否 当然也不一定 不走极端 孔子主张证明 提示我们君君臣臣 父父之子 相对待的道理 正名就是 义学所重视的正位 我们常说 中国人和外国人相比较 中国人特别重视 身份地位 这句话是正确的 并没有什么不妥 可惜一般人不理解 误以为中国人 喜欢摆臭架子 造成人际间的不平等 细词上传 开宗明义 便点出 天尊地卑 乾坤定义 卑高已成 贵贱未已 天在上而尊 地在下而卑 这是人人都看得出来的自然现象 钱为天 坤为地 钱尊坤卑的地位 也因此而确定 投射到人类社会 身份地位越高 越接近天 所以君王自称天子 身份地位越高 越是和天一样 一言一行 都是千目所示 千手所指 大家都看得到的 明的暗的 都加以批评 尊卑不过是高低的地位 并不一定 高就贵 而低就变贱 高要贵 还得费一番心神 花很多的功夫 讲求身份地位 就要比别人更加小心翼翼 时刻不可大意 一挂初遥 代表平民的位置 三遥代表诸侯 四遥代表亲世 上遥代表宗庙或太上皇 二五两遥通常代表皇后和天子 各有定位 也各有名分 现代社会 应该怎样定位才合理 不妨依据实际情况 以求做出合理的定位 第六小节 名为不同 各有形式准则 细词上传指出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天下的人 为数虽然很多 可以按照类别的不同 各自聚合 成为不一样的群族 天下万物 同样可以按照群体的不同 彼此有所区别 区分 只要人 事物 都各归其位 而又表现得各当其位 按照各自不同的形式准则 扮演好不一样的角色 社会的次序正常 国家治理得好 人民就安居乐业了 现代社会 日趋复杂 而且多变化 我们要做到 道德 宗教 政治 国家 家庭 学校 社区等等 都能够 谨守 一定的分纪 实在是谈何容易 政治归政治 宗教归宗教 社区归社区 家庭归家庭 各当其位 各自保持不一样的独立性 独特性 然后再讲求 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为各种活动 并不可能各自孤立 必须有所关联 这种分中有何 何中有分的做法 保持乱中有序 才合乎意理的要求 近百年来 我们羡慕西方的科技发展 生活富有 自由活泼 穷到连志气都没有了的 竟然用西方的标准 反过来检视我们的眼神 把优点也看成缺点 以致自信心低落 自尊心丧失 明明是对的 却被骂得抬不起头 好意被误解成坏意 好人被看成坏人 有功劳的挨骂 没有功劳的 受奖励 自己看不懂 却反而笑别人 不知道的人 说起话来最大声 凡此种种 都是不明义里的缘故 无心 却造成很大的祸害 必须正本清源 把《易经》好好读一读 先了解自己的所言所行 原来是有所本的 不过西方人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一定是错的 把自己的心意 功夫做好 才能走上正道 我们的建议 一 《易经》的道理并没有错 是我们看不懂 听不明白 也想不通 所以造成很多误解 其实我们所言所行 很多仍然依据义理 可惜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不容易拿捏到 恰到好处 反而产生很多流弊 令人失望 二 《易经》纵味 有人说换了位子 便换了脑袋 这是对的 只不过不该换的换了 该换的部分 却反而不换 当然要挨骂 换了是换了 换的不能恰到好处 自己活该受罪 三 中外文化交流 主要靠翻译 这是高度困难的事情 翻错了会引起双方的误解 我们又习惯于忘文生意 不求甚解 而且自以为是 因此造成很多扭曲 错乱和冤枉 好像谁也没有错 通通是翻译惹来的祸 四 西方人说公平 即使不能不公平 我们说公平 大家都心知肚明 便是有一点不公平 可惜我们现在 用西方的标准来检验我们的话 请问公平吗 五 我们的资源有限 机会也不充足 根本没有公平的可能 做得到的合理的公平 大家就已经心满意足 为什么一定要欺骗自己 凡事都要要求一视同仁 公平对待 是不是有一点可笑呢 六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 除非恢复意理的标准 否则我们永远看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一辈子不了解自己 我们又不方便说明 只好祈祷他能自己回头了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